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想和穷人在一起 男主角约了三位太太出来喝酒 他很难过 讲了自己想要找女友 太太们决定帮男主角 手女太太去找害羞妹 然后假装自己心脏病 让男主角有机会进到屋里 然后就说 没事了 大家一起去吃饭吧 三位太太一直推荐男主角给害羞妹 他们都很尴尬 太太们叫男主角送害羞妹回去 然后就跑掉了 回到去 大人的 诶 请世界就是那么快的 吃一顿饭就可以 kiss kiss了 三位太太也帮害羞妹打扮了一番 晚上 害羞妹来到 男主角打电话给太太们 太太们放男主角飞机 叫男主角自己和害羞妹拍拖吧 他们去饭废玩耍 玩得不亦乐乎 回到家 害羞妹邀请男主角进屋里坐坐 男主角直接就进去了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害羞妹和男主角正式交往了 他感到很幸福 男主角打电话给害羞妹 说家里的债务解决了 他现在去找他 叮咚 害羞妹以为男主角来了 哇 竟然是变态前男友呀 害羞妹很害怕 还好男主角及时赶到 和前男友打起来 不小心被前男友捅了一刀 害羞妹拿起锅子砸晕前男友 男主角被送去医院 没什么大碍 前女友知道男主角家现在有钱了 想来挽回 被太太们暴揍 害羞妹怕前男友还会再来闹事 决定离开 这时有快递送到 哇 包裹 竟然是男主角呀 他真心希望和害羞妹在一起 害羞妹也接受了他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到 送快递也是一份好猜事 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呀 拜拜